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uanJu 最近在回一趟中国 然后一直没有更新视频 因为没想到在国内会这样的忙 然后的话 我第二季度的话 在国内这段时间买了一批书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今年买的第二批书 全部都在这里 其中呢 就有一本 就是我以前分享过一本科技练习 但是那一本买错了 然后所以我买了这本正版的科技练习 我已经把它读完了 后期我会把它录成精度视频 第一本是科技练习 然后的话 买了一本OKR工作法 然后这本OKR工作法 其实是跟这本相对应的 也就是这本 KPI关键绩效指标 其实这本书 我是在天猫上看到的 为什么会买这本书 是因为我最近接触了 我以前占用KPI 但是我最近接触了另外一种不同的KPI的思路 然后我才认识到 感觉好像我对KPI的理解 并不是这么深 对吧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本 这本是目前来说的话 销量啊 评价都很高的 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会后期读了之后 看看这本书好还是不好 给大家精读 然后相对于这本书的话 我买了这本OKR工作法 其实这个也是指标管理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在公司管理里面 只不过是现在很多一些大型的互联网机构啊 他可能不太推崇KPI 因为KPI很多时候 还更多是针对于一些制造业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死板的行业 所以对于一些创新型企业的话 或者是新创公司的话 或者是积极向上的公司的话 他可能现在有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OKR工作法 所以我想看看这两本书 给我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对比一下 第三本书是他人的力量 他人的力量主要是在讲一本 人际关系的书 然后可能我觉得我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里面 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 我本身并没有太多的 与人交往的障碍 我跟人交朋友是很快的 但是我发现到 我不太擅长于维系关系 就是我可以很快的认识一个人 也可以很快的跟他交接成朋友 但是没办法去maintain这种关系 然后相对于这本书的话 是这本书 我与你 这本书跟这本书 其实有点类似 他这本书也是在讲人际关系的 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好还是不好 我后期看了一下 会给你介绍 据说这本书 比较是一本 偏哲学的书 有空我看了 我跟你分享 好吧 这两本书 另外呢就是 是买了细节营销 这本书 之所以会买 也是因为在那个 凡登读书会上面 听了这本书 然后我就觉得这本书 可能跟我现在的话比较相关 因为他讲了4P 4P和4C 然后4P4C的话 它是怎么结合起来去做营销的 我觉得可能我需要再重新温习一下 因为我以前也学过4P跟4C 可能它的理念不一样 好不好 联盟 联盟也是 凡登读书会上面看的 这本书 听了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对我 会有帮助 然后我就买了 这本书主要是在谈的是 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 如何做人才管理和人才规划 你会发现到 其实我最近买这些书 都是从凡登上面 我听的书上面拿过来的 那为什么我还要买呢 是因为 第一个我觉得凡登的 凡登内容很好 但我个人会觉得 凡登每次在讲一本书的时候 太啰嗦了 他一本书给你讲很多故事 当然这是很好的 因为故事可以吸引人 但对于我这种吸引人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 你直接把那个重点讲给我听 然后我后面还是会买这本书来看的 我并不是说听完这本书 就 就 就不去看了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有帮助 他帮我做第一层的 filter 就筛选 然后我就去买 但是他每次讲一本书 讲一个多小时 我实在是 不能 没办法重复再听第二遍 所以我就干脆 买来自己再精读一遍算了 然后 终身成长 这本书的话 是属于 学习类的书籍 我最近看了科技练习 也看了科技练习 认知革命 对吧 对 然后的话 就是 这是 我觉得 个人的成长的话 还需要每天不断的去成长 这本中山成长的话 我觉得我大概能猜到里面是讲什么内容 但是可以 重新梳理一下 然后的话 把一些我 提升一下整体的认识吧 刚好分享给你们听一下好不好 最后一本书 《让大象飞》 其实《让大象飞》的话 它其实是谈的好像是一种创新和创业的技术 包括公司运营和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在管理一间公司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情况 这本书非常贵 69块 非常贵 我觉得 不过我听了凡登对他的一个粗略的大概的讲解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会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把它买了 再读了一下 好吧 后期的话 当我读完的时候 我会再跟你们去分享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的二季度的话 在中国回国这一趟 总共是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 九本书 九本书 后期的话 我应该会着重去读这九本书 如果你觉得有哪本书 希望我先读 你可以让我知道 但是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 我会马上录成视频跟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 希望你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